2024年的报税季已经开启了 美国国税局推出全新免费报税工具 方便大家报税 同时提醒报税人 报税截止日为4月15日 应该要尽快准备好税表 以免影响退税 或者在最后截止日期前忙中出错 国税局表示 符合条件的纳税人 可以利用免费线上和面对面报税选项 包括国税局free file专案 免费报税服务和老年人税务辅助专案 去年收入不超过79000美元的纳税人 从现在开始到10月15日之前 可使用国税局free file指导式税务软体 国税局免费报税可填写表格 是该专案的一部分 任何收入水平均可以免费使用 免费提供电子表格 供人们自行填写和电子申报 免费报税服务专案 为收入一般不超过64000美元的人 残障人士以及非英语的纳税人 提供免费税务援助 经国税局认证的志愿者 为符合资格的个人 与提供免费的基本所得税表准备 和电子申报服务 除了免费报税服务专案之外 老年人税务辅助专案 还为所有年满60岁的纳税人 提供免费税务帮助 专门解决老年人特有的养老金 和退休相关问题 MELTEX是国防部的一个专案 通常为所有军人和一些退伍军人 提供免费的联邦所得税表 和最多三份州所得税表的 税表准备和电子申报软体 没有收入限制 另一个免费报税服务 是Direct File试点专案 这项服务旨在帮助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家庭 透过网上免费准备和提交税表 可以直接向国税局 免费线上提交2023年联邦税表 该服务将于3月中 在加州及其他11个州陆续推出 国税局还提醒拉税人 在必要的时候 务必寻找信誉良好的税务专业人士 大家可以使用国税局联邦税表 代报税人名录 来寻找合格的代报税人 中天中望 正立报道 网上